你覺得人類存在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ISIS 有人覺得這個是超級細菌 因為沒有治療 有人比如說Elon Musk,他們覺得最大的威脅是人工智慧 也有人覺得最大的威脅是氣候變化 也有人覺得跟北韓和戰爭最大的威脅 這個四個威脅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威脅 但是我覺得這個四個威脅不是最大的威脅 我覺得人類存在最大的威脅是人類的醜汗 我們兩個禮拜在美國看,有很多種族醜汗 我們看有人,他們不希望黑人 他們去那邊開始殺一位 殺一個三十二位的小姐 這個是真的醜汗 我們看 我們看上個禮拜在西班牙 我們看 有那個灰教恐怖分子 去那邊殺了十多人 十幾個人 兩個禮拜在非洲 我們還有那個灰教恐怖分子 他們也殺了十幾個人 這是真的醜汗 我覺得人類存在最大的威脅是我們自己的醜汗 但是,醜汗的結果是什麼? 你們 廢墟 這個是在西里亞 西里亞內 站 這裡是埃斯斯的地方 這個是真的 真的我們的 超恨的結果 但是 超恨的 質料 是什麼 你知道嗎? 超恨的 質料是什麼 我覺得 是彼此相愛 為什麼呢? 我幾個禮拜 有我的生日 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五歲 我靠入這個很大的情況 我 那一天 上完 因為我 剛剛在開始學中文 所以我中文沒有那麼標準 但是我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 很友好的句子 這個句子說 他說 讓我們的世界 充滿一點愛的味道 讓我們世界充滿一點愛的味道 愛的味道 愛的味道 是什麼? 愛的味道 有什麼意思? 愛的味道 對你有什麼意思? 我考慮一下 這個想法 我們的愛的味道 是什麼? 我覺得 愛的味道 是 我們 我們 永遠 不要 不要 看不起 任何 人 我們 永遠 要 尊重 任何 人 不要 看不起 人 我們 不管他們是誰 如果他 沒有 朋友 名 我們還要 尊重他 如果他 沒有錢 我們還要 尊重 他 如果他 不是 火辣辣的 小姐 我們還要 尊重 他 我覺得 愛的味道 是尊重 每一個人 但是 我們可以這麼做 我覺得 這個 非常簡單的 比如說 我們可以 給 任何人 愛心 耐心 我們可以 給 任何人 我們的 給他們 我們的心 我們也可以 給 任何人 他們 自己的 自信 我們 要尊重 人 我們怎麼可以做 我知道 我是 沒有耐心的人 但是 我也要 真的 我也要知道 有人 我也是 一個人 如果 你 跟我 有一點 不一樣 我覺得 這個 比較 困難 不要變 你的朋友 你太 奇怪 但是 我們真的要 發現 我們怎麼可以 尊重 那個人 如果 我們不喜歡 他們 我們要發現 我們可以 尊重 他們 如果 我們可以 讓 我們的世界 世界 充滿一點 愛的味道 你覺得 我們的世界 是怎麼樣 我 我 我真的 覺得 朝 漢的 資料 是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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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夏保羅 夏保羅